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后果有点严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8日主持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针对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程敬业日前接受澳媒采访时认为 澳政府最近的所作所为可能引起中国民众的不满 进而影响中国民众的消费倾向 西方媒体断章取义炒作中国对澳经济胁迫 路透社记者提问说 澳外交部对中国对澳经济胁迫提出抗议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表示 中方始终坚持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 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我建议大家仔细阅读中国大使接受采访的原文 大使的表态是对澳方近来的一些错误言行 引起中国人民不满的担忧 也是对两国关系可能受到影响的担忧 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知道所谓经济胁迫的说法从何谈起 耿爽说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全面冲击的情况下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守望相助 共克时间 为全人类的健康福祉做出贡献 但我们也希望其他国家能够同中方一道多做有利于国际合作和增进互信的事 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程敬业大使周一说 澳洲要推动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展开调查 可能促使中国消费者抵制澳洲产品 程大使他告诉澳洲金融评论报 普通人可能会问 我们为什么要喝澳洲葡萄酒吃澳洲牛肉 中国占澳洲总贸易的26% 2018至2019年度贸易价值约为2350亿澳元 是澳洲商品的最大出口市场 但是莫里森政府坚定地支持 对新冠病毒如何从中国武汉传播开来 并引发全球大流行的问题 展开全球调查 博明翰参议员说 澳洲是中国进口商品的重要供应商 澳洲提供的能源为中国制造业的增长和建设提供了动力 随后澳媒记者追问称 中国大使说 中国普通人对澳大利亚不满 但是他没有听到这种声音 你没有听到过吗 你想听吗 耿爽说 我建议你上一下中国的网络 很多人老批评中国的网络不自由不开放 你上网看看中国普通民众对当前中澳关系对澳方最近言行的反应和评论 该澳媒记者又追问说 他不相信网络空间的言论 他没有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听到任何普通民众对澳大利亚有不满 耿爽反问道 你觉得网络上的言论都不是真实的吗 你觉得这些言论是谁发出的呢 是机器人吗 如果你在真实世界中没有听到这些言论 证明你的接触面还不够广 希望你作为一个驻华记者 能够真正深入中国社会 了解中国普通民众的所思所想 这样你才能真实客观全面准确的报道中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3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说 中方对瓦家瓦家市做出正确决定 表示欢迎和赞赏 耿爽表示 昆明市和瓦家瓦家市自1988年建立友诚关系以来 双方开展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 两地友好深入人心 他说事实再次证明 澳大利亚国内少数人试图攻击抹黑中国 破坏中澳友好的行径不得人心 也绝不会得逞 此外 中国驻澳大利亚联邦大使馆网站 4月28日刊文称 澳外交贸易部秘书长孙方安强调 澳方有关国际调查的建议 是非政治性和不针对中国的 并且承认 现在不是开展调查的时机 全文如下 问 近日有澳媒报道了 程敬业大使与澳外交贸易部秘书长孙方安 27日通话内容 中方是否认为相关报道属实 答 我注意到了澳媒有关报道 这些报道具有误导性 程敬业大使27日应约与澳外交贸易部秘书长孙方安通电话 我愿介绍通话的主要内容 孙方安秘书长首先高度评价武汉实现病例清零 并感谢中方为澳方八家企业在华采购相关医疗物资提供的协助 程大使肯定了澳方抗击疫情取得的积极进展 孙方安秘书长为澳方有关国际调查的建议做了很多辩解 强调 该建议是非政治性和不针对中国的 承认现在不是开展调查的时机 澳方也没有具体方案 不希望此事影响澳中关系 程大使详细阐述了中方相关立场 指出无论澳方怎么辩解 都掩盖不了有关建议是政治操弄的事实 程大使言辞拒绝了澳方 就其近日接受澳金融评论报采访时有关表态的关切 要求澳方放下意识形态偏见 停止政治操弄多做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事 最近澳大利亚真的病得不轻 其中病情最严重的澳大利亚现任高官恐怕要属内政部长彼得达顿 此人的反华历史异常丰富 而且本身就是澳大利亚的极端右翼 是典型的白澳政策拥护者 日前他更狂妄地提出 要求对中国新冠病毒的来源等问题进行独立调查 除此之外 澳大利亚一个保守派智库还在27日发布一份报告 把矛头若隐若现地对准了中国在南极的数个科考战 澳大利亚媒体和一些学者借机渲染中国在南极的军事色彩 以及中国在南极的战略雄心超过了澳大利亚容忍的限度 声称澳大利亚必须在南极行使自己的主权主张 澳大利亚人报27日在报道这一消息时 更是煽风点火说 这份新报告显示 澳中在南极的40年关系在不信任程度上达到了新高点 北京方面通过阻挠关键的环境评价 破坏了达成共识的南极条约体系 而这份报告声称 2013年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政府与中国国家海洋局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为中国南极科考提供支持服务 根据该协议 中国船只被允许进入当地的霍巴特港 并获得技术和设备检查等方面的服务 2014年 澳大利亚政府还与中国签署了南极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国向南极派出的破冰船会定期访问霍巴特 比如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破冰船于2019年11月停靠霍巴特港 雪龙二号于今年3月返回中国 澳大利亚方面的这份报告称 他们担心霍巴特港有可能未来成为中国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停靠的主要港口 这艘破冰船目前正在建造中 澳大利亚还用飞机将中国的探险者从霍巴特运送到南极州和南极州内部 澳大利亚提供的这些在南极的后勤和科学支持 中国会给予经济报酬 在澳大利亚媒体看来 这份报告最核心的地方在于提出了一个疑问 如果中国在南极的长期战略雄心与澳大利亚的想法不一致 澳大利亚是否也应该考虑如何调整这种关系 以及澳大利亚的承诺 以确保北京支持澳大利亚的南极利益 在澳大利亚一些人看来 南极州对澳大利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作为南极大陆42%领土主权的主张国 我们在该地区有着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 并与活跃在那里的其他国家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但是对于澳大利亚主张对南极大陆42%的领土拥有主权 中国和美国都没有公开承认 因此为了显示自己是南极大陆最大的地主 澳大利亚一直想方设法彰显自己的主权形象 比如今年1月澳大利亚就宣称将突击检查 其宣称南极领土上的外国设施 当时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时 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基金埃里斯不愿意透露 中国的科考设施是否在突击检查的清单上 的确当前的南极条约禁止军事活动或矿物勘探 并同意暂时搁置主权争议 允许各国在南极开展和平科考活动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等国家可以在澳大利亚所宣称的南极领土上建设科考设施的原因 澳大利亚这次为什么提出南极科考战的问题 原因主要是两个 第一澳大利亚一些人渲染中国要抢占南极 比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国际法专家唐·罗斯威尔之前曾警告说 澳大利亚在南极的领土声明因无所作为而面临风险 如果我们不去有效地寻求落实声明 并对这一声明行使我们的主权 那么其他人就会认为澳大利亚的立场存在某种程度的弱点 所以澳大利亚从2016年就曾想前往中国的泰山站和昆仑站检查 但因为种种原因而作罢 第二澳大利亚一些人意想中国会把南极作为军事用途 稍早在接受ABC采访时 坎特博雷大学的安·玛丽·布莱迪教授 曾对中国在南极洲的活动表示了特别关注 中国正在扩大军队规模并使军队现代化 北极和南极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特别谈到中国推出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该系统被称为北斗 为什么这一切都很重要 这是因为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在战争时期它们变得至关重要 因为它们被用于导弹定时和定位 布莱迪教授说 所以澳大利亚人的想象力确实很丰富 自打疫情发生以来 澳大利亚独受美国恩宠 一些人就跟在美国屁股后面 对中国大小动作不断 当然 澳大利亚这么任性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据悉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澳第一大贸易伙伴 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那么中国对澳的依赖大吗 据相关数据 2019年 我国出口澳大利亚的主要商品为 机电产品、纺织品和家具、玩具等制品 出口总额238亿美元 占澳大利亚自中国进口总额的60.2% 但总体来看 我国对澳的出口与进口差额巨大 贸易顺差比重超过80% 双边贸易不平衡严重 况且 我国对澳的食品类进口 也不算必需品 完全可以被取代 而澳对中国的依赖 在疫情期更加凸显 此前 中国因疫情关闭了活体动物贸易后 澳龙虾对华出口陷入停滞 当地只能被迫将龙虾价格降至0美元 也减少游民的捕捞 同时 澳企曾在去年12月与中国经销商签订有机蜂蜜交易 运载着该订单蜂蜜的集装箱船滞留于悉尼码头 近日 澳大利亚又针对疫情问题做出不当举动 面对可能引发的中国民众减少赴澳旅游留学 以及中国减少购买澳洲商品的行为 澳大利亚则称没有相关的担忧 自2015年以来 澳中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但由于双边关系恶化 一些出口商仍会遇到困难 2018年 北京对澳洲葡萄酒实施了新的海关法规 导致在上海的货物被冻结 去年在堪培拉取消了中国红色商人黄向墨的永居签证之后 中国主要港口对澳洲煤炭的清关时间至少延长了40天 并声称是由于正常的安全检查 有分析报告指出 假如中国减少对澳洲出口产品的需求 澳大利亚GDP增长 可能会下降50% 贸易紧张局势严重加剧时 甚至或导致其GDP下降130个基点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